大家好,來到即場教導資有問必答環節 先介紹下我們今次身邊的嘉賓 是來自要財證券的研究部分析員王偉豪先生 你好,Ryffy 你好 家庭觀眾有任何疑問都歡迎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號碼是2046566 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fbschannel.com Ryffy看到了,昨晚標普在美股收市之後 將15個歐羅國納入負面觀察名單 包括了得法河三個擁有AAA評級的國家 依據習慣,如果國家被列入前景展望負面的觀察名單 其實都意味著這些國家在今後90天內 被降級的風險達到50%那麼高 其實標普亦表明到 今個星期歐羅區的領袖峰會 是會可能是決定評級的關鍵 該公司也認為在峰會 盡早公布有關評估的結果 其實都想問你的意見 其實消息出來之後 看到外圍方面 好像美股方面昨晚 都不是說跌很多 而港股方面 其實都不是說因為這個不利消息 而有急錯 暫時來說是跌了212點 是做18,966點 想問你的意見 你覺得 看到市沒有被消息影響那麼大 是否因為基本上市場 都認為 基本上在今個星期四、五 歐盟峰會外邊 真的可能會有些實質的措施 或者一些行動出來 去幫助解決歐債危機方面 如果說回昨晚這個 比較突然的舉動 先說歐元區的十七個國家 十五個裡面 昨晚都被列入了 叫做負面觀察名單 剩下希臘和塞浦路斯沒有份 但某次數上 希臘已經一早是垃圾級別 而塞浦路斯之前已經被列入了 負面的觀察名單 所以正正這兩個國家沒有份 就不等於他們兩個沒事 先說寧安剩下十五個 的確 這次德國、法國等相關的大國 都被列入這些負面名單的時候 即是意味著 其實某次數上都會覺得 如果假如歐債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某次數上意味著 剛才所說的大國 都不能夠置身事外 甚至乎一拼 會被一起拖倆買 是一次過有機會被調國評級 但至於這樣怎樣看 或者說到昨晚出了消息 亦都令到美股的升幅 很明顯收窄了 但也未至於倒跌現象 甚至今天港股開了出來 只是一個大概輕微1%左右的跌幅 未至於太急的跌勢 那怎樣去解讀 其實不斷地強調 我覺得某程度上 大家經過早幾個月 特別是8月那一下 調低美國評級那一下 比較突然之外 之後對歐債國家 或者歐洲國家 有相關的調控評級 或者調控展望等因素 其實對市場的質量性 已經不是太大 甚至很多市場上的投資者 其實已經接受了意味 或者已經覺得 差不多早就當成事實了 所以就算你做還是不做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這一下 我覺得震動性不是太大 但至於怎樣看 如果真的像標普這樣說 今天星期五歐謀峰會 叫做一個 最後一個關鍵時刻 如果通過了一些方案 或者有一些共識看到的時候 意味著剛才所說的15個國家的負面名單 有機會被舒緩 或者大家的悲哏程序有機會解凍 甚至另一邊相談 如果這個峰會出來結果 令市場有失望的結果的時候 其實是不是意味著 這15個國家 未來的90日真的有機會被調控評級等因素 這樣看的確這次來說 這個峰會現在也推得很關鍵 或者推得很重要 但我自己這樣看 再看看這次的峰會是自從歐債之後 昨天也說過的 第15次的峰會 每一次來說 其實大家也看得很重要的 但開完出來 其實相關有甚麼結果 其實也不是太有效用 甚至當時那一刻 是令市場又回復下來 但回復後很多時候 有少許已經亡缺了峰會的效用 某場都是看回究竟歐債進程是怎樣 所以這樣看回 這次這個峰會相對比較重要 因為現在歐債的問題 的確越來越嚴重 或者嚴重了地步 其實某場上每一步都不可以走錯 但某場上我覺得 這次也不一定等於完全是最後一個防線 某場上我覺得就算 這次出來結果是叫 交視床為之差 或者沒有甚麼達到共識的時候 也不等於 以下就立即叫做 整個歐元區有甚麼問題出現 但怎樣說都好 我覺得歐債問題的確是困擾性 或者是持續性在這裏 這次來說我覺得逐步逐步 這個叫表譜的動作 甚至是接下來有甚麼舉動出來 這刻大家都未知 甚至可能突然一下有些好的消息 或者有些不好的消息出來的時候 令市場的增加性 也會加重 所以不斷地強調 很多時來說 現在已經不是只看那件事 究竟發展到甚麼地步 而是看很多外圍方面 究竟有甚麼消息發放出來 因為很多時來說 為甚麼標普選擇昨晚不選擇上個禮拜 因為上個禮拜我明顯大家都知道 為甚麼正正又不會在 大星、六個央行聯手那天出這些消息 其實某措上是一個時間性的問題 遲同組的問題一 因為來說 這個列入負民原單 不會說只是昨晚才出這個結果 不是說昨晚標普才出這個結論出來 某措上他們一早已經有相關的結論了 但只是看他們甚麼時候發放相關的消息 令市場的震動性加大還是減低 所以某措上對市場的影響性有沒有太大 我覺得沒甚麼 但某措上只是一個震盪性 令市場的震盪性加劇了 我們亦看到標普也說到 德國、奧地利、比利時、芬蘭、荷蘭和盧森堡的評級 可能會被下調一級 而另外其他九個國家可能會被下調兩級 Ravy 都想跟進你和你跟進港股的表現 恆生指數已經跌穿了19,000點 暫時跌222點 做近18,957點 今個星期將會有比較多的消息會出來 剛才說過 包括歐盟風會和國內有CPI會出爐 其實都想問你的意見 你覺得港股今個星期後市會繼續擲幅橫行 還是會波動性比較大 如果說到港股方面 接下來這幾天的走勢是怎樣 或者是集幅還是比較波動 我覺得昨天也說到 我覺得周初有機會好像大概昨天 或者今天來說都比較集幅 正正現在也算是差不多 某場上集幅的意味就是在等結果出來 因為來講逐步逐步 剛才說到這個禮拜都比較多 困擾性的因素存在著 比如昨晚已經說到德法兩邊的會面 接下來星期四也有歐洲央行議息 甚至星期五有歐盟風會結果 甚至乎也有內地方面 CPI等一系列的經濟數據出來 我想我從頭上 主要大部份這些重要性 都集中在星期四、星期五的區間 所以有機會來說 在這幾天稍微集幅一點 等星期五、四、五一些結果出來 如果我覺得當結果比較明朗化一點的時候 才令港股的方向會多一點 但要是現場來說怎樣看事 或者是有方向的時候 上下網看什麼位置 這樣看回 其實之前不斷都會這樣說 的確現階段 由上星期三叫列口 即是上來成千點之後 現在來說在這個萬九點左右的區間 就叫紮幅橫行 我想上下網什麼區間 我覺得先來講 下面先看回 我覺得只要外圍方面 有些消息出來比較差一些 或者結果大家看上去 市場接觸性比較低一點的時候 令到市震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只要仍然可以守得穩 這條五十天線其實暫時問題仍然不大 但雙來說 五十天線是否真的支持力很大 亦都不是 因為某場上都見到 不斷廣股其實都是在這個 即是五十天線左右的區間 是穿插中的 你說這些是否很大指標性 也都未必是 但只要過來這裡 可以看短線第一道防線 但雙來說上面 之前不斷強調的 就是拉下降軌下來 正正的頂部位置 大概一萬九千五至一萬九千六 你會見到上下的區間都是比較窄的 的確來講 意味著整個港股都是一個代變形態 暫時都顧問數據出來的一個結果 謝謝Rafi 我們這一節時間又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是依然有問答環節的 Rafi依然會在這裡為大家解答問題 大家有任何疑問都歡迎繼續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號碼是2046566 稍後見 任何什麼 你中共的 與你和你 搬軒